平头团队新大堂来招老王展示了 最近雪山平头团队皇宫风头正进 得益于大佬潘总的强势加盟 让平头整体实力得到之的飞跃 潘总大堂自转区雪山征战的几场皇宫 以取得亮眼的输出和不俗的战绩 令很多玩家包括老王 都很好奇这位潘总大堂的实力 好巧不巧 今天他来老王直播间做客 老王带领大家一睹为快 但老板特意嘱咐老王 装备可以看 宝宝不要看 因为已经全都加完点 曝光后打皇宫会被针对 先看大堂的核心武器 一把160级精致的扇子 打了16段 总上1069 老王称别瞧不起这把武器 因为亮点在于精致 可以打17段宝石 要知道大堂其精八脉中有一项为不精 这个精脉得益于宝石等级 宝石等级越高 忽视防御也就越高 所以打完17段相当于又多了0.5%的穿刺 不要小瞧这0.5 换算成伤害也得加不少 这就是这把武器的神奇之处 紧接着看其他装备 野兽精致的鞋子 打了16段点画的漫天套 名利双加的铠甲 亮点为带特技罗汉金钟 腰带梅花招 高属性的160愤怒 还有160级的破血难投 15段的精轻项链 军典画漫天花雨套 继续看灵石 11段三伤害而逝 配是双方一血 打了10段 手镯也是10段双方一血 老王称这两个后排属实一般 不值得打11段 得换 戒指为10段的双伤一速 主属性也是伤害 按老板实力 后期肯定安排3伤害 这号目前属性不是权力 切的是奈米 所以显得伤害并不高 在仓库老王发现一件专用神装 一件160级布膜铠甲 更是狂暴78双家 这件衣服熔练好 不仅是双任务 还是打负战都属于顶级 还有件专用家法爆几率的项链 项链出零不算低 但还能继续熔练 熔练好搭配衣服可转型法系 谁料在这件仓库 老王更是发现法系的梦想 有这些神装在手 随时可以转型法系 看来老板平日也是热衷刷军火 潘总冲包裹还有件衣服 让老王点评下 当看到这件衣服 老王直呼暴力 这件衣服利敏高防就算了 还戴1.02的穿刺 老王赞叹道 这件衣服可以媲美 当前的第一副战物理难衣 除去那件高穿刺铠甲 就属这件 老王直言忍不住了 向老板提出个小要求 只看一只宝宝 老王选中看这只地厅 谁能想到随手打开的一只地厅 竟是只带须迷的棋轮 恐怖的是 在战场极限发挥能打14下 老王称加满战敌 能免一队复战豪门 潘总这个大堂果然非比寻常 应该有兄弟知道 潘总曾经也加盟过豪门 担任校理侯团队的化身寺 盘虎只做梦幻最新精彩视频 谢谢您的观看